好的 主播 各位觀眾在昨天晚間 將近12點中山高 北上岡山角落到附近 現在發生了客運的 嚴重的車禍意外 當時在客運上面 總共有17名的乘客 9名男性 8名的女性 疑似是客運 他為了要閃躲前方 沒有開燈的轎車 竟然是失控的擦撞 內側忽然大約100公尺左右 但是車上的乘客 當時還在睡夢當中 竟然就從車上被甩飛的出去 總共有三名男性 以及三名的女性被甩飛 當場是傷是非常的嚴重 請下貨報以後 到場是陸陸續續的把傷患 趕緊送到醫院 不過這三名男性 以及三名女性的乘客 在到院前 就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經過急救後還是傷重不治 目前在高雄榮總這邊 有一名男性的乘客 是在到院前 疑似是他的胸部以及頭部 遭受嚴重的撞擊 所以是傷重不治 另外還有三名的女性乘客 分別是37到50歲左右的年齡 他們目前都還在醫院裡面 休息當中 而客運公司第一時間 也通知了家屬 陸陸續續趕往高雄的醫院 來探視 而究竟是什麼原因 竟然造成這起這麼嚴重的 客運的車禍意外 目前還要後續在釐清當中 以上是來自高雄 無相情況 時間鏡頭加緩 是一間鏡頭加緩 棚內主播 好